要進車我幹嘛叫你們 那你要不要叫我們 沒關係 員警接護護抄任務來到郵局內 但卻與民眾爆發 口角僵持不下 那我不是欣欣膽炸嗎 我會用我的命在那邊 跟你很陌生 你在坐在旁邊的 那我們 我們的行動車在後面跟著你 員警一開始還好言相勸 但女子態度依舊強硬 雙方你一眼我一語越超火氣越大 演變成警民衝突 我好害怕 我想說 我我帶那麼多錢 你又喊那麼大聲 原來程序女子是精品業者 日前到郵局提領150萬元 要到其他銀行開戶 但就怕隨身攜帶大量現金有風險 因此請行員報警協助 當下員警騎女子自己搭車 警方在押車護送 但女子堅持護潮 應該是讓她坐警車比較安全 過程中和警方吵了起來 事後女子控訴 當時員警大罵她 別把警車當成計程車 以前的警察都很好 就是我錢點清楚以後 就直接讓我上車 然後把我載到目的地 護送民眾存體款安全 並需兼顧轄內警力派遣 及執行安全 顧請民眾搭乘計程車 有警車全程陪同護送 警局強調將持續精進執行技巧 而據了解警方本來就有提供護超服務 民眾如果有安全疑慮都能請員警協助 而且沒有金額限制 但也因為沒有固定SOP流程 造成每位圓警做法不同 這回女子碰上圓警護潮 不給搭警車 後續只好作罷 先把錢存回帳戶 避免擔盡受怕 進行為陳香偉紅衛挑戰採訪報導 立刻下載進新聞APP 一手掌握新聞時事 盡善盡美 盡好新聞